我这头染完了 我为什么换了一件衣服 因为那件衣服被我蹭上染化膏了 洗了 还有这刘海让我剪的像傻子似的 这刘海我是拿什么剪的 刮梅刀 没有剪刀 用刮梅刀 就这么一捏这么一下子 完了像个大傻子似的 这样还好看一点 我买了一个锅 花了100多块钱 我为什么买电视锅 我觉得得省点钱了 出门在外 吃饭的费用还是很大的 特别像我那种爱吃肉 你只要在外面一吃肉 一点个套餐 就将近100块钱 我买个锅才100多块钱 就是一顿饭的钱 这锅上面带着蒸笼 这蒸笼可以蒸点蒸饺 鸡蛋羹 或者是蒸点其他的东西 粉蒸肉什么的 都可以做的 粉蒸肉又残了 就这样子 其实这个锅我已经买大了 这应该是4人份的锅 想到你煮一次汤 你弄个小锅 火候又小 烧起来就不痛快 买个大的 豪不好吃我也不知道 看到这个锅 我就又想赶紧做饭子冲动 这刘海 讨厌这刘海 煎短 这臭 今天我就把这锅用起来 正好我今天没出去 这大理好要下雨 再加上哪个村疯了 我也不敢瞎跑 在房间里面 就研究吃的 一会去菜市场和超市买点吃的 晚上 晚上想做个什么菜呢 小袋子买菜去 这超市袋子1块多钱一个 所以买了一次之后 就天天带着它 除非它坏了 我离超市很近的 一天往超市跑800趟 所以买菜干什么都方便 现吃现买 不羁牙食物 买了点骨头 烧一个汤 再买点盐 盐 还得买一把刀 看看我都买了什么 蒸饺 蔬菜馅 还有点肉馅 这个是肉 排骨 这是金牌 买了一根萝卜 今天晚上就烧萝卜排骨汤了 这大萝卜太大了 想买半根 它也不卖 没有办法 这是我明天早上的早餐 馒头 我不喜欢吃面食 但是我没有电饭包 吃不了米饭 只能那样 这是刀 9块9的刀 这切菜切姜 这是姜煮汤 这是一包盐 在里面了 就这点东西 70多块钱 这洗洁精刷锅用了 开始做起来吧 我把长寿的小票都攒着 到时候一起开发票 一小点金额 小点金额 不够麻烦的 咱着 别忘记开发票 把我100克钱的锅也得组装起来 这个锅盖上面那个扭 把手还没装 这就是那个盖子上面的扭 感觉好多活没做 我看这锅还挺厚 不是给锅做广告 这就是我一顿饭钱买个锅 能省多少钱呢 一个人 又做男的活做女的活 没办法 这段活不就是男的做的 安个锅 弄个灶的 是吧 严格严格怎么弄哦 你看 这个锅开的还挺快的 排骨焯了一下 一会就可以煮汤了 它的三档 还算实用 再说一次 可不是给这锅做广告 说了这一个锅 就是我一顿饭的钱 买锅就是为了省钱 我今天就试一下的好不好用 我放了点白萝卜 放点葱段 放了点老姜 这一大锅 像做大锅饭似的 够我吃两天的 后悔了 我就是太贪了 光看了好就使劲买 买完之后就忘记我一个人吃 这不是在家的时候 有爸有妈的 再说没有冰箱 老是改不掉这毛病 我一见到好吃的东西 觉得还可以呢 就使劲买 再加点汤 汤汤水水 好了 就盖上盖子 好了 盖上盖子 煮它40分钟就差不多了 我放了一点盐 快熟的时候再放 这样汤很鲜 尝尝鲜不行 汤还没白了 就希望它薄一点 已经很鲜了 什么都不用放朋友 真的 这个就是放点盐 其他调味料千万不要放 因为萝卜本身就有点鲜甜的味道 慢慢焖子去吧 我也不喜欢做饭 我就是为了省钱 唯一在大理或者是丽江一爬楼梯 就上不来气 而且一时半晚缓不过来 特别是一忙活的时候 废货量不够可能是 虚 你看我现在说话 想大声都大声不了 汤好了 可以吃了 熬的有接近一个小时了 不能再熬了 再熬就干了 啃排骨 真吃了 把这个一大盆消灭掉 我得想办法 还没有碗 想办法盛出来 给你们看看 就在这慢慢喝 慢慢吃全身都是汗 我觉得这汤可以致感冒 主要是鲜 没想到熬的这么好吃 你们刚刚看到是一大锅是吧 现在是半锅了 剩一点了 就是留明早上吃了 明早上的早餐又着落了 多剩钱的 会过日子吧 看着窗外的风景 吃了我自己煮的汤 今天就当给自己放了一天假了 一天都没出门 除了去趟超市之外 一口骨头一口汤 今天就不喝酒了 喝酒就喝下汤了 不都大补了 其实还是自己做的菜 又清淡又滋润 还有营养 也不会坏肚子什么的 看看我每天眼前就是这个景象 一点都不孤独 今天看不到儿海了 天阴的 在昌山也看不清了 你们好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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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来这边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